疫情都下線,然後你看那個整個都淘工進去 沿著大美鄉的沿南大牌提供道路走很多道路 都已經只剩下的路面 那邊的土耍都讓水沖到扣起 那時比較長的火車經過有可能的冰車 也嚴重營養到農民的生命安全 那個水也淹落過來了 這算是公費四十幾年到那 那個稿都陰起來了 車載車會被冰尾、冰尾稿下去 從這個提供報告的 沒有這個大水抹起來都沒有做事了 雖然道路有在中心歐市 大美鄉民代表中協學表紙 根本就是地表沒有地本 讓這個大白煙發變得很危險 進出那麼多年 他們希望不要在發生事情以後 相關台灣才要來中心 整個青年就這樣 因為今年就開始補過了 但是你總不可能一直補一補 因為你包括這兩次連銷的風台進來 你說這樣幫他進行越嚴重了 南大牌計劃研議了十幾年 從路有路到現在快沒路了 包括下游那邊坍塌的更嚴重 中協也這次 不然是行車很危險 連負近的農產都沒有辦法進走 相當的麻煩 也讓農民族報完連連 稍微會有四五百米的這段的紀錄 就放過了 剛才那邊又是人在住的地方 那不然對人家的安全 包括交通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包括這區的殘 你如果沒有這條路的 它這裡的殘基本沒有辦法進走 如果大水來的時候 整個殘都沖了下去 我希望說中協 包括我們的管政府 可以重視說我們 大米這個區域 電池這個區域 白水的安全 這台有五百公車 沿沉大半的文化道路 走這輪真的是危險中央 所以民眾 如果要為這裡經過 也是要特別注意安全 其中真心 藏不到 然後